十散在岁月的灯后 一字一句又曾形容 黑夜尽头 如果有成就 你的眼眸 就是自由 风断了断了勾了 输的轮廓 火烧了灭了脚 里烙印着我 能寻寻觅觅觅 谁隐隐身有光 而我早已戒绕 你一眼看破 风断了乱了火 一般的寂寞 火烧了灭了灯 心病了如昨 别分分合合 谁对谁有错 而你早已 尽巧我记忆打破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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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担心的 老板 你不认为 我自己 想想想想 把他打破 你 你不认为 我 有商队这种形式 最稳妥 也是最安全的 您说得对 那我去叫仲天大哥 奉剑姑娘出发吧 好 去吧 这大可汗的消息 还挺灵通啊 居然 组织各部组 展开防御了 可汗放心 明日 我们便与扎克不会合 大可汗他不得民心 软弱无能 依靠外族 不足为惧 对 是 对了 我让你们追捕公主一事 进展如何 启禀可汗 骑兵团失去了他的消息 居然在大漠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报 可汗 这 出什么事了 广玉公主她在托尔郡主 这是怎么回事 托尔为何不报 难怪托尔 最近对合兵一事 一犯常态 犹豫不决啊 可汗 末将这就带兵前去查探 如果托尔要是有二心 属下直接将他除掉 慢 听着 让骑兵卫典兵 判一百铁甲军 随我亲自前往 我要不动声色 出其不意 我要亲自看看 托尔为什么满中 他究竟想 打什么主意 是 公主息怒 切无动气 公主 大帅有令 您不能出去啊 若是公主走失了 奴婢是要被杀全家的 我若是职业要出去呢 求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啊 起来 您 哪里人 奴婢乃是幽州人 吐勒大军 已攻入幽州 奴婢不清楚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这里养伤 已有数人 跟我同行的侍卫浩玉 现在人在何处 你可知晓 奴婢不止 你现在就去告诉 那个扎克大帅 我要见他 公主 现在 立刻 马上 奴婢立刻就去 凤比 百词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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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 请公主进证 我要出去 大帅吩咐 公主不能出去 你们 大帅 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不当讲你就别讲 我今天心情好得很 不想听你废话 属下就算不当讲 也要讲 还请大帅恕罪 还没讲就要恕罪 你还讲个屁呀 是不是 如今大帅按兵不动 始终不回应侠家私 此举十分危险 夏家私生性多疑 性格暴躁 这怕很快就会来 兴师问罪的 大帅还得早做准备呀 怎么 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这 那大帅就去想如何处置 广玉公主与那个金无畏 广玉公主 你赢啊 李赢 我能拿你怎么办呢 大帅 一切当以大局为重 现在不是您考虑儿女私情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大帅 启禀大帅 公主请您过去一见 现在 夏家私的事以后再说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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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大胆 金融那帐 为何不通报 这是老子的营帐 为何还要通报给你啊 跟我随行的金无卫呢 那小子 没什么用啊 留他干嘛 我早就杀了 我约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不是 你哭什么呀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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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逗你的 别哭 那小子命硬得狠 吃得比谁都多 粮草都快被他一个人吃光了 真的 真的 本水男子汉大丈夫 还骗你不成啊 老子 你还要帮我 你会是吧 我心里的 你会不会有病啊 你不懂吗 你不会有病啊 你不愿意 我没有人不愿意 我不管你 要娶你 好人 你听 是不是有人在叫我 不会吧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不是公主 公主在找我 不可能 大帅早就下令了 不得为难你们俩 谁还敢招惹公主殿下呀 前方的地势十分难走 大家慢些 尤其是马车 经不起太大的颠簸 仲天 还挺会疼人哪 姬掌柜 我只是担心大家的安全 好 你小子 就是最硬 这样 这 这 是 是霞家寺 来者不善 快去 立刻告诉大帅 霞家寺可汉来了 快 是 是 是 可汉 您怎么来了 属下不知可汉来访 有事愿意 可汉 禁弄些虚的 搞什么 我偷了人 不行这些 我来看看 托尔市值 这恐怕 不用什么通报吧 可汉 请稍等 刚才大帅说他有点累了 便回帐睡觉呢 这会儿呢 可能是一山不正 属下 还是带你先去义士亭 稍作休息 等他收拾好了 再过去见你 你看 大白天睡觉 这不像托尔啊 怎么 他身体不舒服 好 我想 他是心里有事 不舒服吧 可汉 求你了 你先 是 跟我来 现在你伤还没好呢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不能出去 你怎么不听话呢 你 西藏可汗 你是汉人 下家自可汗 此人虽是汉人 但却是扎克大帅 麾下的亲信 是专门刺探情报的安卫 他不懂咱们图了人的规矩 所以冒犯了你 但却非有意啊 是 既然你是专门刺探情报的 我问你 你有听说 广裕公主 李莹的下落吗 他在返城的途中 被我的铁记给劫住了 说起来简直可笑 一个堂堂的公主 会为她的那些精卫们 不堪一击 他们一个个地向我求饶 被我突勒侍卫 杀的一个不留啊 你 昊岳 不必报权失礼 我突落军中可没那么多规矩 来人哪 在 把这个冒犯我叔父的家伙 带下去 是 多儿 你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正要去营帐找你呢 叔父 请 请 你想做什么 公主呢 公主在不在营帐中 既然大帅亲自出面了 必定早有防范 你就不用操心了 到时 你的身份 恐怕是瞒不了多久了 你赶紧逃吧 清雪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谁想留在这里啊 你告诉我公主在哪儿 我带她走啊 真是鱼目脑袋 顽固不够 你告诉我 晨洗 来 喝水 来 谢谢 来 正 请 您 和 得 把这个给仲天吧 他不是在那儿呢吗 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我去前面探探路 慢点 臭小子 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儿 我又怎么 他们俩明明之前有说有笑的 谁知道一转眼跟不认识似的 这仲天就算了 人家是上仙 高冷 不食人间烟火 但司徒姑娘平时带人体温的 谁知道一转眼就都变了 搞不明白 我觉得 他俩脑子有问题 你小子在家里边 没娶娘子吧 没有啊 怎么了 行了 别装了 半天了 一夜都没分 行了 别装了 一个大老爷们儿 老躲人家小姑娘干什么呀 显得咱们多小气啊 给您添麻烦了 仲天啊 停阵了 停阵了 撤了 不对 是骑兵 别请巨王诺 再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马车 竟敢挡怒 给我速速挪走 前方已被封锁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你们绕道而行吧 不对 前方就是扎克布的大营所在 侠家司可汗的骑兵团 如此匆忙 肯定是要出事了 难道 那个什么扎克大帅 要把我大哥和公主 给出卖了 先别说了 赶紧上车 我们火速赶路 好 好 赶紧上车 上车 快点出发 是 谁 盈儿 小大伤 这么大伤不怕被人发现啊 我刚想冲进大帐里杀了侠家司救你出来呢 这事还得感谢托尔大帅 若不是他鸡鸣果爵 将我安置妥当 恐怕此刻 我早已被侠家司给抓住了 没想到 这扎克布的大帅 还是个有情有义的血性男儿呢 是谁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说喜欢我师父来着 这才几篇功夫 你该不会是喜欢那个大帅了吧 不会 不会被我说中了吧 你胡说什么呀 本公主恩怨分明 知恩必报 有仇也必报 此次扎克大帅 救了您我二人性命 我心中自然有数 这跟看不看得上有什么关系啊 是吗 昊玥 你要是再敢污蔑本公主 当心 拔了你的皮 这都什么节骨眼啊 你还逗我呢 快逃吧 狭狭私在这儿随时可能发现我 我不怕死 但我不能让你出事 你等我一下 这把宫还是你八岁那年 这把宫还是你八岁那年 我送给你的 这一转眼 你就长大成人了 而且还继承了扎克部 族长的位置 你把部族带领得这么强大 做叔父的 也就放心了 叔父过奖了 父亲过世后 扎克部一度动荡 多亏了叔父帮助 我才能尽快平定内乱 所以 托儿还要感谢叔父的相助之人 这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 我们 各部族盆就该齐心 你是我的侄儿 我做叔父的 我不帮着你帮谁呀 不过嘛 托儿 既然当初你答应起兵 为何到现在还迟迟暗兵不动 是不是还在观望 还是 信不过你叔父呢 我跟你开个玩笑 别当真 托儿你听着 你是我的侄子 做叔父的 永远会相信你的 我当然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来 请上座 来人哪 拿我的好酒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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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跑不动了 来 来 吐勒现在烽火四起 哪里都不安全 我们必须一直往东走 只有到了中原境内 我们才算安全了 好远 我不行了 我真的跑不动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背你 快点 滚进去 什么情况 没看见我跟托儿在一起吗 这么横冲直撞的 不懂规矩吗 你 明高可汗 我正在银渣外巡查 发现此女手拿包袱 行踪可疑 于是 上前盘问 发现的包袱内 竟是些带血的衣物 都是中原王朝女子的 罗斗断杨 另外 我还发现了这个 这个鱼室吧 还真有点儿来的 宝儿 你看看 这不会是一个误会吧 好 不瞒叔父 网狱公主确实被我所救 不过她现在已经走了 你的解释 就只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 难道叔父不相信侄儿吗 你是我的侄儿 我有什么不相信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抓广玉公主 可你这样做 你 你这 你这什么意思 叔父 咱们突勒人说话 不拐弯子 我承认 我就是放了他 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广玉公主的死活 广玉公主的死活 我早就有安排 不拐弯子 累不累啊 不累 全身的力气 都没地方使 那我们接下来 往哪里走啊 先回龙玉关 找到岭将军 找到岭将军 再让他派重兵 送你回皇城 这样比较妥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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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敬 站住 别动 别动 老红 年轻 是 你 派 早就知道你们会走这条路 待我拿下你们二人之后 回去再找托尔那个 吃力扒外的小子算账 你别管我了 反正我也跑不动 你快走 回去找李将军 今日我们通生共死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此刻追杀他的人 说不定 已经带着他的人头 正在回来的路上了 叔 你到底把公主怎么样了 我只坚信一点 我的侄儿 真被广玉公主弄得贵迷心窍了 这样吧 我答应你一点 只要你愿意集结兵力 祝我登上 大可汗的位置 这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咎 你死心吧 我也只相信一点 如果广玉公主死了 我们亲人变仇人 简直是妇人之恩 简直是妇人之恩 太让我失望了 师父 师娘 快上马 快上马 来 驾 你 追 给侠家寺带个话 告诉他 这笔账 我朝亲下来 我和亲使团的将士 绝对不会白死 犯我朝威者 虽远必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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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可汗 我们已经控制住大营 全凭驾汗发落 我给过你机会 可你不珍惜 那就休怪叔父 对你不客气了 咋了你 我向你保证 只要你敢动手 我就让整个扎克部族 陪葬 我说到做到 你这个懦弱的废物 你不配做我的侄儿 来人呢 把他拖出去 是 走 走 报 走 可汗 属下无能 未能完成您的命令 果于公主摊 他被人劫走了 无妨 只不过是几只蝼蚁而已 难以阻挡 我成就大业 从今日起 扎克部正式归入 西天乐族都 等整顿完毕 立即 回禀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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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这小镇里 还有如此舒适的一处温泉 下棍无能 让公主受苦了 封建姐姐不必自责 皮外伤而已 只是意外 不碍事的 小六和齐掌柜 已经快马加辩 先行去李京中那儿请兵 安全起见 还得委屈公主 跟我们一同咒服夜处 绕开吐勒人 待李京中的大郡一到 我们便可护送公主安全离开 一切 听姐姐安排便可 来 我再帮你擦擦 这一顿吃得真满足 师傅 少喝点 他没武士 虽然已经快到龙玉关附近了 但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师傅做我最好了 要不是你知识感大 救了我跟公主 恐怕我们早就成了 西藤恶人的刀下鬼了 师傅的救命之恩 徒儿默使难忘 你呀 这次没让为师失望 不惧生死 保护公主 事情做得不错 因为我喜欢盈儿 但是 我只求能尽我所能保护她 不让她受到伤害 我觉得就够了 不管昊玉和李莹 到底是不是来自神域 是不是孤儿 我都希望她们在这一世 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可毕竟两个人 地位悬殊 那皇后 皇帝 又怎会容得下昊玉 师傅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 是师傅过去的事情吗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想听听 都是一些小事 但是 以后有机会 我再说给你听 师傅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看你最近脸色很差 还想憔悴 没事 这不是议事里那个 女妖怪的声音吗 是无意叫的人 你这个妖女 一魂不散 有本事别跑 教主有事相伤 不知道 仲天你敢不敢跟我去一趟 跟我拿剑 仲天 你速度也太慢了吧 别惊天 小心前方有埋伏 好 好 是啊 我 啊 啊 有趣吗 这可是教主亲自为仲天宁准备的大力 师父 你为什么不放我伤死他们 说他真有本事早就用了 难道你没看出来 你师父如今与常人无异 他现在就是一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物 是吗 他说的没错 我被灭神机所伤 在断念牙时 我要强行使用火之力 让灵律大大受损 是 难怪徒儿刚才没费什么力气就追上你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灭神机乃乌神的神兵力气 被灭神机所伤 伤口将无法御合 无人可救 无药可疑 仲天 你就等此吧 现在去 你可不得了 我 你们真辮可疑 不得了 谁 是霞家寺的亲之字啊 霞家寺若真是害死了托儿 那不就是有悲伦常 连畜生都不如了 权力地位之争 自古以来 都是残酷无情 若真是到了那一步 又哪有什么亲情 有情可言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都救过我的命 我不想 因为我的关系 让她就这么死了 本宫于心不安 公主心地纯良 有此担心 也是应当的 只不过 眼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 好了 公主今日 先赶紧好好休息吧 这一段时间 公主在外一直封残度宿 担惊受怕的 连个好觉都没有睡过 走 怎么回事 公主别怕 只是封大而已 喂 你看 外面有人 何人再次装神弄鬼 报上名来 别去 很危险 公主 你立刻从后门出去 找仲天他们来帮忙 你自己多加小心 好 我会注意 师父你放心 今天徒儿 就是拼见全力 也要我帮你周全 植物不会无缘无故攻击人的 这事情必有蹊跷 找炮斩 好 让你来 让你来 找一位 来来 来吧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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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佑 你不是说他已经没有发力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教主说了 仲天不过是强女之末 撑不了多久 你我一同赏定能取他心命 师父 师父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胡佑 教主有令 只让我们引开仲天 不肯连战 快走 好 走 师父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 他们俩怎么走啊 快回客栈 封建他们有危险 走 走 你是巫医教的人 你说的没错 本座正是巫医教教主 奉巫神之命 前来接 我学名的路 那是巫医教的东西 笑话堆尽了容颜 我琉璃破锁还颜 泪光汇聚成全 随梦掩舍 思念淹没了时间 将你我楼下残缺 说不出听不清 也看不见 爱愿盼根错节 望无喜悦却怎圆 是否人断了线 承练 怜无感言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 喜悦分不清现实的深切 那么多爱恨离别 心酸洒苦甜 我随你心线 重情的化解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 那么多爱恨离别 是你酸洒苦甜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化解 我甘愿的沦陷 爱转千回的愿 你别说我甘愿的沦陷 我甘愿的沦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